为提升全民反诈骗意识 警政署长黄明昭日前到电台 录制预防犯罪影音宣导节目 针对2022年前五名诈欺案件 进行案例分享 解析歹途犯罪手法 提醒民众误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去年这整个一个诈骗 大概最前面五名 大概是网路在买东西的时候被骗的情形 这排第一名 这是最高的 这是第一名 大家都爱买 第二是投资诈骗 也就是买股票 什么标股 什么低风险 还有一些虚拟货币等等之类的投资 这个串升到第二名了 而且被骗的金额是最高的 以前像这种投资诈骗 都是在第五第六名以后了 但是去年就把它标到第二名了 第三名就是我们去网路购物 就是比方说我们去书局 买书刷卡 然后结果就电话就接到电话来说 你去刷卡的时候就设定到分取付款 所以要每一期都要扣款 但实际上你是全部一次付清 这种说法叫做解除分取付款的一个诈骗 天哪 这个太常见了 对 已经第三名了 那第四名就是时下大概有一些年轻男女 就在交友 在透过交友软件 我知道 爱情诈骗 对 就是假交友 实际上是一个诈骗 但是他是利用你在交友的时候 起了一个信任进而被骗 那第五种就是假借亲友 我突然间接到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亲朋好友来 喂 妈 我要钱 对 猜猜我是谁 所以说这个是要猜猜我是谁 也是假冒亲朋好友来要向你借钱的这个 阿姨 我现在手头很紧 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这样的意思 是 这个是第五名 所以换家说这前面五名 占了我们去年一整年的诈骑案件 就将近七成 那去年总共我们收敌了 将近三万件的一个诈骗 被害的钱打到七十亿 被骗走了打到七十亿 但是其中还有很多民众 有这个知人倒霉 没报案的 也是有啦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数据不使这些 针对受骗案件名列第一的 假网拍购物诈骗 署长黄明昭提醒民众 慎选网购卖家与平台 我想这样子 这个网路购物的一个诈骗 我们建议就是要选择比较好的一个 良好这个商业的这个实体商家 比较好 或者是有安全交易机制 比方说它搭配第三方支付功能 这个网路卖家 这个会比较有保障 因为第三方支付来保障你嘛 千万不要跟所谓支撑在网路上面 要跟你私家LINE私信 来对谈这一种 这种最危险啦 你会慢慢被他彼此之间的一个私信 然后慢慢被他骗去了 所以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在社群网站上 跟陌生人来购买这些高价的商品 我刚刚讲的社群网站不是说都是诈骗 但是你要是胜险啦 另外原本名列前茅的假冒亲友诈骗 去年下降至第五名 占了百分之四点一二 提醒民众发现可疑或有任何疑虑 都能咨询165专线 这种诈骗手法去年是降到第五名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被骗 我的数据里面也达到有四点多趴 还编织四点一二 对对对 是有下降 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 我想我们也呼吁了 家里有长辈的家庭的时候 总是回去多多跟长辈聊一下天 特别叮嚀他们 你像这种突然间接到我们的亲朋好友的电话 想要借钱的想要做什么都做什么的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随时跟你的侄女讲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说什么假检警 假公务人员假检警的诈骗方式 也是一样 都是长辈被骗的比较多 真的啊 也一样都我们为人侄女的 还是回去要多多跟我们的长辈聊一下 说明一下 告知他这种诈骗手法是怎么样 让他们知道 警政署也指出 普发现金的特别预算通过后 陆续已有民众收到可提前领现金的钓鱼简讯 请民众不要随意点选不明简讯连结 避免各资及账户外流 人才两失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